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来参加2021年的夫妻节 我是于彬牧师 很荣幸呢在这里来跟您分享信息 也来讲一讲我自己 在婚姻在家庭当中的见证 那这一次的夫妻节主题叫做 婚之荣免荣耀的冠冕 婚姻当中那个荣耀的冠冕 主题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的62章 以赛亚书62章的第三节说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 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免留 第五节的后半部分呢 说新郎怎样喜悦心腹 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那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以赛亚先知的一个预言 他是指到将来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 神子民的群体要重新恢复到荣耀的光景当中 活在上帝极大的恩宠极大的祝福当中 也就是说在末后的世代当中 教会这属神的子民要成为上帝手中那个荣耀的冠冕 而且上帝用了一种的关系来形容神自己和教会的这个关系 那个就是夫妻的关系 上帝喜悦我们这群属神的人 他要像新郎喜悦新娘这样的喜悦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呢 圣经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 就是当圣经在讲到上帝和人的关系的时候啊 常常就用啊一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比喻 让我们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明白我们和神可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亲密的关系 比如说你看啊父亲和孩子 对不对啊主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朋友啊 再比如说主人和仆人啊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圣经常常使用的这种比喻 就是夫妻的关系 新郎新娘丈夫和妻子这种的关系 在旧约圣经当中啊 耶和华上帝说我是丈夫 而以色列民的这个群体呢 他们是妻子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比如说在以福所书第五章啊 就讲到说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 就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一样的啊 主耶稣是新郎 而教会是主耶稣的新妇 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圣经常常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来比喻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很难去想象 我们人可以和上帝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上帝太伟大了 太崇高了 我们人呢实在是太卑微了 就好像你去怎么想象 一个蚂蚁可以和一个人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 你如果说一个人跟一条小狗 那个是宠物可以有亲密的关系 一个人跟一个蚂蚁 或者说一个人跟一个细菌 一个病毒 能够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 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这么一件事 所以一个软弱的 一个卑微的好像尘土一样的人 可以跟这一位创天造地的伟大的上帝 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 这个其实对于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所以你看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当中 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啊 就是好像我们去拜那些偶像 他是高高在上的 我们人是卑躬屈膝的 那当然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某一种形式也好像类似这种 上帝是伟大的崇高的 我们人是卑微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卑 我们向他敬拜 向他祷告 向他赞美 向高高在上的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主 那一位神 那一位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献上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和神的关系 绝不单单只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圣经为了让我们跨越这种 神和人之间的巨大的差异 巨大的鸿沟 所以圣经就用了各种各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来启示我们 我们其实可以和神建立非常亲密的 非常美好的关系 而这种的人和神之间的亲密感 intimacy 这种的亲密感 你可以说是基督信仰当中 一种独有的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因为人是可以跟上帝亲密的 亲密的程度 好像我们人和另外的一个人 可以达到的那种的亲密的程度 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 是可以像一个小孩子 就是面对父亲一样的亲密 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好朋友一样的亲密 甚至于我们可以和上帝达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一种关系 就是夫妻 夫妻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的亲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人呢 一个极大的恩宠 这种的恩宠 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 你看你跟你的所爱的丈夫 你所爱的妻子 可以如何的亲密 如何的生命的交流 那么你也可以和我达到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上帝的这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透过婚姻来理解我们人或者神子民的群体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 那么我们从人的角度呢 因为这个是夫妻结 我们的重点是讲夫妻 讲我们的婚姻关系的 当我们以婚姻关系 以夫妻关系作为一个切入点的时候 那么神和神子民的这个夫妻这样的一种关系 可以对我们实际上的夫妻关系 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对于我们这个事实上的这个夫妻来讲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其实我们正是可以从上帝和他子民的这种关系来学习 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那在这里很清楚的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 就是说上帝可以把他的子民当作是冠冕 什么是冠冕 冠冕就是荣耀 就是说神的子民的群体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那圣经当中其实也讲到说妻子是丈夫的荣耀 所以妻子可以彰显丈夫的荣耀 而丈夫也可以成为妻子的祝福 夫妻之间其实可以互为荣耀 夫妻之间可以互相相爱 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活出非常美好的生命的那种的状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来看啊啊上帝怎么来面对啊这个他的这个子民这个群体或者说教会啊上帝怎么面对教会面对他的子民啊 我觉得在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这种的夫妻关系有三个重点 那么这三个重点呢其实也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夫妻的关系所效法的 那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就是爱与顺服 爱呢是信仰的一个根基 之所以有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爱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 没有爱什么都没有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挪开 但是耶和华的爱啊是永不迁移的 上帝的爱永不改变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教会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根基 那面对着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就应该活出顺服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 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就应该用顺服来回应上帝的爱 那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当中就好像以夫所述第五章所提到的啊 这个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 丈夫要爱妻子 而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 基督如何爱教会 那么丈夫就要如何的爱妻子 而妻子如何的来 教会如何的顺服基督 那妻子呢就要如何的来顺服他的丈夫 所以爱和顺服也应该成为我们婚姻的一个 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关系的基础 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丈夫要爱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这样子的来为 这个妻子活出这样的一种舍弃的爱 而妻子呢也要爱也要顺服他的丈夫 要敬重他的丈夫 这个是上帝对我们夫妻关系的一种要求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上帝跟教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看到 其实对于婚姻上帝是一样的要求 那所有的这些幸福的婚姻 你都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所有的幸福的婚姻当中的丈夫 一定是爱他的妻子 保护他的妻子 供应他的妻子 尊重他的妻子 而那个妻子呢也是顺服敬重他的丈夫 那这样的婚姻才有一个美好的 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 那第二个我们从上帝和他子民的这个关系当中 所能够学到的呀就是认罪与悔改 最理想的状态 神的子民顺服上帝 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活在这个上帝的祝福当中 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罪 是罪破坏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看旧约的这些先知 他们不断大声疾呼的都是悔改悔改悔改 认罪认罪认罪 你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 你要活出神的圣洁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也觉得 当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丈夫爱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婚姻其实一定会是幸福的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 是什么东西拦阻了 让丈夫不能真正的去爱妻子 妻子不能真正的顺服敬重她的丈夫 很简单 罪 我们的罪性 我们的罪性让男人不像男人 让女人不像女人 我们的罪性让丈夫不像丈夫 妻子不像妻子 我们的罪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 也破坏了我们的婚姻关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婚姻当中要维持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诀 就好像我们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常常要反省 要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认罪悔改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婚姻是一样的 所有的婚姻 所有幸福的婚姻 没有不认错的 没有不改变的 那这种的认罪悔改是双方面的 或者说是三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夫妻双方都要向神来认罪悔改 因为你的罪性 你所行的恶 你做错的地方 你不单单只是得罪对方 你也是得罪了上帝 其实我们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 认罪悔改 然后另外的两个项度 才是丈夫要向妻子认错 妻子要向丈夫认错 彼此认罪 彼此悔改 好像雅各书所说的 你们要彼此待求 彼此认罪 我就医治你们 所以这些婚姻 为什么不得神的医治 为什么很多的婚姻 不断的陷在这种彼此的伤害当中 因为我们既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们也没有彼此的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就容让罪恶 容让撒旦借着罪恶来破坏我们的婚姻 来拆毁我们的婚姻 来伤害丈夫也伤害妻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丈夫是罪人 妻子也是罪人 所有的婚姻当中都有因为从罪而带来的那个痛苦 唯一的解决之途就是真真正正的在神也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 而第三种的我们可以从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学到的婚姻之道 就是同在与合一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达到的那个最美的这个状态 你看上帝最美的心意是什么 弟兄姊妹 上帝最美的心意就是与人同在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号叫做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信耶稣得永生 那个意思不是说信耶稣以后你就能去天堂 他的意思乃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他就有永生的上帝与他同在 所以神与人同在这个是上帝最大最美的心意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同在的意思不是仅仅是上帝跟人在一起 好像上帝像一个人一样坐在人的旁边 上帝心意当中那个最美的同在 是远远超过了上帝仅仅跟我们在一起 这么简单 上帝所说的同在是合一 合一的同在 就是神在人里面 人也在神的里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完全的合一 就好像你看新约圣经也常常讲说 我们要住在基督的里面 对不对 那基督呢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这个不是婚姻所应该达到的那个最美的状态吗 弟兄姊妹 真正的合一 不光只是同在 不是说只是两个人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的婚姻真的是同床异梦 人在一起身体在一起心却远离 好像上帝也说你们亲近我心却远离我 我们很多的婚姻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来亲近神 心却远离神 我们和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在一起心却彼此远离 我们的灵可能更加的远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最理想的婚姻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身心灵完全的合一 夫妻之间不单单只是彼此陪伴 两个人住在一起 睡在一张床上 而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灵魂完全的合一 夫妻的双方要一起爱神 服侍神 追求神 灵力的合一 夫妻之间要彼此心意相通 彼此有生命的交流 心的合一 还有有美好的夫妻的关系 身体的合一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这个是我在讲道当中从来没讲过的 可能今天是我第一次的分享我婚姻当中的秘密 非常隐私的 我跟师母 我跟我的太太 我们的夫妻生活是怎么过的 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 我跟我的师母结婚已经15年了 我们刚刚过完了15年的结婚纪念日 1月21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刚刚过完第15个我们结婚的纪念日 在这15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每一次大部分的我们在夫妻生活的时候 我们夫妻同床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有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先聊天 有新的沟通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可能你很难想象原来夫妻同床之前 要先祷告的 我们夫妻真的是这样子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抱着我的师母 我抱着我的妻子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 而且差不多每一次的祷告 我都祈求神 帮助我们夫妻两个人 可以深心灵的合一 让我们彼此喜悦 彼此接纳 彼此祝福 彼此建立 达到那种完全的合一 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秘密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爱他的子民 就好像这个新郎爱新妇一样 新妇是新郎的冠冕 我们也是上帝的冠冕 我们的妻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冠冕 我们也是上帝手中的冠冕 其实丈夫也同时可以成为妻子的荣耀 我们彼此都以对方为荣耀 最后彰显的是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所爱的弟兄 我所爱的姊妹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宝贵 最让人期许最让人盼望 但是也是最让人痛苦的婚姻关系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够离开与上帝的关系来谈婚姻 假如我们离开了与上帝的关系来谈婚姻 来谈怎么让我们的婚姻更美好 怎么让我们的婚姻更甜蜜 我们就是在圆木求鱼 我们的婚姻成了无缘之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有婚姻的出路 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有痛苦婚姻的解决之道 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效仿上帝所行的 得着上帝的爱 祈求上帝的帮助 而我们每一个做丈夫做妻子的 也要千千卑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顺服 来认罪 来悔改 来学习上帝的同在与合一 我可以讲一讲我自己婚姻的见证 我们这15年的婚姻生活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前七年和后八年 我跟我的妻子前七年 是非常痛苦的婚姻生活 因为我们两人吵架 打 闹 非常痛苦的过了头七年的婚姻生活 我们根本就没有七年之痒的 人家都是七年之痒 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痛 彻骨的疼痛 痛入骨髓 所以我们俩根本就没养过 我们是痛到死去活来的婚姻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 我跟我的妻子 我的太太 我们两个人都是罪人 且是罪人中的罪魁 而且我们俩人的个性非常非常的强烈 我们俩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的人 但是我就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很不公平 女人的个性强 我们称她是女强人 我的个性也很强 从来没有人称我是男强人 好像男人强是应该的 女人强就是不应该的 但事实上我们两个人真的都很强 我的师母 我的太太 她是家里面的大姐 我是家里面的大哥 我的太太 她是以前她做过很多的工作 她在政府机关做过公务员 她自己做过老板 她开过酒厂 开过酒店 做过这些生意 那么她最后是做了一个女律师 所以在她的这些的职业经历当中 都是说了算的 那我自己的在我自己的职业经历当中 我也做过老板 我也说了算 所以当我们两个人都进入婚姻之前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沾染了许多的世俗 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有许多的罪行 而且我们两个人都习惯了说了算 习惯了这种为我独尊的 在这种的处事方式 这种的个性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两个人 进入婚姻以后 可以说是火星撞地球 天崩地裂 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虽然我们两个人都爱神 甚至于当我去读神学的时候 我的太太其实已经读完神学 开始服侍了 虽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想我们两个人在生命深处的那些罪行 那些魔鬼放在我们里面的 那些败坏是需要去破碎 是需要去对付的 那么我们的婚姻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挑战 很多的人都觉得基督徒的婚姻呢 就是应该是彼此相爱啊享受那种甜蜜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觉得基督徒的婚姻也好 基督徒的生命也好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所以婚姻的目的如果不是仅仅满足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之间的需要 而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去荣耀神的话 那么我就觉得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让神借着婚姻去破碎我们彼此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让我们夫妻双方铁膜铁膜出认来 在这个婚姻当中被神对付 被神破碎 然后更能够活出一个像耶稣荣耀神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才是婚姻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两个罪人说句实在话 这个我们结婚的第一个礼拜就过不下去了 我们就已经大打出手 已经是真的是面对着想到离婚的这件事情了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生命的这种的光景 没有办法 两个罪人在一起不吵架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特别感谢神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婚姻当中 上帝怜悯我们 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 是我的父母带我信主的 从我一信主 我的父母就交给我一样最宝贵的东西 你可以说这样东西 这是我一生的祝福 常常是救我命的一样东西 就是祷告 我的父母常常教导我 就是无论大事小事 你必须去祷告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在最痛苦最愤怒的时候 是我们最不想祷告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 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每一次我们吵了架 我们争吵最痛苦最愤怒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父母 所教导给我的 就是你要祷告 而且当人痛苦的时候 你要跟别人讲啊 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因为这就所谓的没有好见证啊 你真的会绊倒人 两个传道人的婚姻会打到那种地步 这个是会绊倒弟兄姊妹的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跟别人分享 那么我痛苦怎么办 我就只能跟上帝说话 我只能跟上帝来讲 那结果每一次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 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每一次当我跪下来祷告以先 刚刚跟我吵过架的我的太太 真的是很可怕 就好像魔鬼一样啊 心里充满着对她的怨气 愤怒 但是当我跪下来 跪在神的面前 祷告的时候 我的妻子 在我的心中 上帝扭转她的形象 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的爱充满我 圣灵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妻子 在我的心中 上帝告诉我 你看 你看她的另外一面 她是可以像天使一样可爱的 当我觉得我的妻子 那些她说的对的地方 她可爱的地方 我的心里面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渴望 就是来到我妻子的身边 对她说对不起 又是我错了 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 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我力量 让我有力量来到我的妻子的身边 向她认错 就是我刚刚讲的认罪 悔改认错 然后对她说 对不起 这次又是我错了老婆 然后我就抱住她 亲她 我们每次的这个 这个电闪雷鸣 就是这样子化解的 变成晴空万里 然后等着下一次再吵 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就是这样 不断的争吵 不断的争吵 每一次吵完了以后 靠着祷告 然后双方可以和好 然后下一次再吵 我们这样度过了七年 痛苦的婚姻生活 一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 我的师母真的是很痛苦 她不能够理解 两个彼此相爱 两个爱神 两个那么敬畏神的人 为什么就是过不好 这个婚姻的生活 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 要不停的吵 不停的吵 连着吵了七年 每一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后来我的师母 她就去禁食祷告 来为着婚姻 来祈求神的怜悯 结果就在那个禁食祷告当中 上帝借着雅各书 我刚刚跟弟兄姊妹 所分享的那一句话 你们要彼此代求 彼此认罪 我就医治你们 上帝就对我的师母说 你们说你啊 就说我的师母 她说你从来没有向你的先生认罪过 所以我一直没有医治你们的婚姻 你们的婚姻才会这么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师母就立下心志 她要来到我的面前来向我认罪 你知道这个对我的妻子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她是律师出身 她做传道人之前做的最后的一个职业是律师 律师是从来不认错的 律师是从来不认罪的 因为认罪 认错的就证明她官司大输了 我的妻子可以做好吃的饭 可以用行动表达她的歉意 她的嘴上从来不说她错了 从来不会认罪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 我妻子所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挣扎 那么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对她说 她必须要来到我的面前来认罪 那个时候呢 在我们教会当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对的日本的老牧师 他们主动的要来到我们教会当中 说要举办一个音乐的聚会 吹萨克斯风的聚会 那么结果就在那个聚会当中 这两位日本的老牧师 吹完萨克斯风以后他们手拉着手 从台上走下来扑通跪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扶扶在地说我们走遍世界不同的国家 就是来到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要代表日本人向中国人认罪 为着当年我们所给你们带来的伤害 我们认罪 求你们赦免我们日本人 我们当时非常的惊讶 我当时还用手机把那幅场景给拍了下来 回来我就给我妻子看 结果那幅场景就刺激到了她 几天之后 我的师母突然来到我的面前 对我说老公你做好了 把我吓了一跳 我就眼睁睁睁看着我的妻子跪在我的面前 浮浮在地 对我说老公对不起 我向你认罪 我为了过去七年 我的骄傲 我的自大 我给你的伤害 我求你的赦免 说完之后 她嚎啕大哭 然后冲进了卧室里面 这一下子我也惊呆了 因为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于是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祷告了以后 我求神加给我力量 然后我走进了卧室 我就跪在我的妻子面前 那个时候不管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就跪在我妻子的面前 扶扶在他面前 对他说老婆对不起 我为了过去七年 我的骄傲 我的自大 我的大男人主义 我来向你认罪 求你赦免我 然后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 嚎啕大哭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的婚姻 第七年所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上帝好像吹了一口气 把我们婚姻当中的 那个乌云那些阴霾都吹散了 后来这八年的婚姻生活 我们两个人越来越相爱 关系越来越美好 虽然还是会有一些挣扎 虽然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婚姻 那个根本性的东西改变了 上帝医治了我们的婚姻 上帝祝福了我们的婚姻 因为我们彼此认罪 也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的婚姻都有很多的痛苦 每一个婚姻当中都有许多的挣扎 但是唯一的出路就在神那里 离开了神 谈婚姻的美好 是不可能的 两个都是罪人的夫妻在一起 彼此伤害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在婚姻当中 唯一的出路 来到神的面前 神怎么样的来爱他的教会 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 教会怎么样的顺服神 我们也应该彼此的顺服 我们人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的认罪悔改 夫妻之间也应该彼此认罪悔改 有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当我们的生命讨神喜悦了以后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医治 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婚姻 让我们夫妻之间 不单单只是同在 而是身心灵的合一 愿上帝大大祝福你的婚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 求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这群罪人不可能建立 彼此相爱的美好的婚姻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 你的怜悯 主啊 医治我们的婚姻 光照我们的婚姻 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的子民如何在你的手中 成为荣耀的冠冕 求主也让我们的婚姻 在你的手中成为荣耀的冠冕 让妻子让丈夫 彼此成为荣耀的冠冕 愿你的祝福 你的恩典 常与我们的婚姻同在 与丈夫同在 与妻子同在 也与我们的儿女 子孙后代同在 直到永远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